陈奕奖 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 哎呦我的屠杀真的太厉害了 感恩屠杀 感恩师父 刚刚好我家里有点事 我有拿不领主义不知道怎么办 哎呦屠杀太 屠杀太慈悲了师父 我真的没修好 我真的要感恩屠杀 师父每次我有 家里有什么事都不能打通电话 师父这样太感恩比了 哎呦 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真的太慈悲了 好了讲吧讲吧 因为呢 最近呢我的先生呢 就一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一直就逼着我卖房子 老师呢 你房子就不卖 他说我现在没钱 他现在就生意不好 没有失业的 家里一直就吃老本 那我就知道 我们家有业章要销 然后我就拼命 就念小房子 我就一年下来 我都没听过 每天都四点多起来 念到一整天都叫念 除了 接下来 所有时间都叫念小房子 然后他 他开始都访罪 但是后来 我就给他念姐姐 然后 画给念小房子 就好很多 然后 我也打了几次 师父的电话 师父也教了我这方法 然后我就坚持就坐下来 然后他这里 就一直跟我找 给我卖房子 我说 我说卖房子 不是卖菜 卖衣服 你说卖什么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 有业杀 哪里可能要你卖 哎呦 师父 你说我怎么办 他说 我没钱了 我就最多 来到四六分 没钱了 你要卖房子 你告诉我怎么办 我也不敢跟他讲 首先你问 你看看他 你暗中看看他 有没有赌博的现象 他过去赌博 赌过没有 没有 他没有这个习惯 好 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没有出去玩女人的习惯 有 好 有没有感觉 他外面有女人 我感觉应该有 但是我不敢肯定 好 好 要注意了 家里 那我应该怎么 家里过得去的 不是到了三穷水晶 要卖房子了 就是那个女的要钱了 听得懂吗 那我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 第一不卖 卖房子就是卖你的命了 你跟他两个人 生活一辈子 就这么点 继续买了一个房子 那你把房子卖了 你住在哪里 我们房子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是租来的 然后那套房子 是在国内 现在我是租给别人了 他说要卖国内的房子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 那很简单了 这个房子 卖掉的话 全是归他 还是归你了 他就说 我要生活 那么为什么 他要问你啊 是不是你有权利 不卖的话 他就不能卖 是吧 对对对 那么你就不要卖 你说卖了房子 我一点钱都没了 你哪一天把我蹬了 我怎么办 你跟他说我要饭去啊 就跟他这么讲 你说这是我的命根子 不能卖 你说你一个男人 出去自己打工 找钱去 我吃面包 喝牛奶 我也能活 对 师父我 就这么简单 他在给你搞 他打你 找警察 就这么简单 像这种男人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天天跟你吵的 要卖房子 一定不是正常的男人 正常的男人 有理智的话 不会跟老婆吵 要跟老婆商量 对 因为怎么解决问题困难 对 还没到这情况 他账也不给你看 每天花多少钱 也不知道 对对对 师父说太对了 就是这样子 好了 师父呢 师父要是做法官的话 也是个大法官 哎呦 师父 师父真的 我真的太